好像就在前面耶 妳這個Google會不會帶錯路啊 但是他說真的在這邊 而且這間店有4.1個評分耶 876個評論耶 在Google上面 而且清一色滑開 我跟你講 都是四顆星以上 上面都說 它是客家版條跟麵食 客家版條 嘿 然後是最古早味的那一種 這裡很多客家人 哇 那有可能喔 有吃過客家版條嗎 沒有耶 我沒吃過耶 哎呦 你沒吃過 沒吃過 我讓妳吃 好想吃客家版條 而且我跟你講 它上面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他說主打柴燒的烹煮方式 現在已經很少柴燒了 因為柴燒蠻累的對不對 一直要放那柴進去 妳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應該就是它的那個柴 就在這裡是嗎 應該是這一間啦 感覺生意很好 我們過來看一下 真的很復古耶 一走進來 就已經聞到那個香味了 老闆妳好 老闆妳好 我小鐘 好可怕 我跟你講 妳看這個櫃子就知道 這一家店的歷史了 這就像我Apple那個年代的時候 以前小時候吃的那些老的麵店 都是長這個樣子 而且妳看 它的爐子是用傳統的 這種是最古早味的 這是那種三合院才會有的 那種嗎 客家人就是勤儉 對 就算現在可以用瓦斯 它也不用 因為這個 可是 對 光哥你不能這樣講 現在龍眼目比瓦斯貴 老闆 為什麼妳還要堅持用古早的方式 來做妳的湯頭跟妳的麵呢 因為柴燒 那個湯頭不一樣 味道會不一樣 不一樣 就好像我們吃那個燒肉的時候 對 如果用瓦斯烤 跟用那個 焊火烤 那個味道就不一樣 老闆 你這樣子一天要燒多少斤的木頭 一天要一百斤左右 一百斤啊 光哥 這真的比瓦斯貴啦 這真的貴很多 老闆真的是 他為了要堅持古法 他為了要給大家最好的這個麵 跟湯頭好不好 還用古法來做 那我們要吃看看 我就想看 他只穿這個骨頭 他就要口音有點不一樣 他說煮給你們吃看看 是骨頭 翻譯員 你兩次用舌頭 其實兩次是湯匙 你說兩個聽不懂 我們都用整個家話講 小妹看起來很精 他說那個小妹很精啦 他真的懂耶 騙不懂 你做得做客家新Q 你聽得懂嗎 做得到客家體育 OK 他是騙得到我這一句 騙不見 六十 東京耶 他們兩個真的有客家旅員的天分 跟在你旁邊 有收到客家嗎 對啊 你看 口水那麼高 好爛 好爛 虎爛 好爛 因為我也很少講到這個口水 這個話 我真的吃他很多口水 對 因為我腳要都會噴 真的是難為樂 鮪魚妹妹 我們還是盡量保持安全距離啦 話說這家老麵店 紅磚瓦牆的外觀 以及店內陳列許多懷舊老物 充滿了濃厚的復古風情 至今還堅持使用柴燒來烹飪 就是希望能傳遞一部旺本的精神 不過網路評價4.1顆心的滋味 是如何 你們快上桌去吃看嗎 我們在這個大樹下 吃這個最傳統的客家小吃 對 這感覺是最棒的 我跟你講 平常在台北 你要吃這種味道吃不到 真的長不到 這真的要在傳統的客家裝才吃得到 而且它的油蔥酥加的超級多 我跟你講到一個重點了 客家人炒的油蔥酥 非常香 對 我跟你講 屏東這個地方 不管是六五多 或者美濃 他們的板條非常棒 客家的米食是非常厲害的 真的長得跟台北看到的板條 完全不一樣 是不是很ㄉㄨㄨㄞ的感覺 今天回到小時候 想起自己的Apple 它的這個板條很滑 很滑溜 最小是它這個湯頭 就像老闆講 它用柴火燒 它那個湯頭特別特別的香 加上這個油蔥酥 整個混合在湯頭裡面 它的湯很好喝耶 它好像是沒有放那種味精的 對 就非常的清甜 不會是那種死鹹的感覺 而且它的麵條是QQ的那種 非常有嚼勁 真的看得出來啊 這邊的板條真的是手工做的 因為它真的每一條粗細大小長寬 都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米香氣特別的濃 就是你在台北吃不到這種 真的吃不到這樣的味道 真的只有在這個客家裡 我很少看到就是米粉是乾的 我覺得算滿特別的 加上這個豆芽菜 這太厚色了 重點這個米粉吃起來不會乾 豆芽菜 它那個水分跟米粉混在一起的感覺 好太棒 因為我們那邊的米粉就是比較粗一點 要粗 而且比較乾 這個比較細 然後吃起來很柴 接下來厲害了 剛才老闆特別推薦的小菜 煮邊肉 那個嫩 那個Q 跟那個大骨特殊的那個香氣 好好吃 這是答案的囉 因為老闆堅持使用骨法 絕不添加防腐劑 不僅過貌親自摘眾 用醬汁拌炒 連大骨肉和粉腸 都淋上自製的客家酸醬油 好吃卻不會搶過麵食風采 更能將味道提升到最高的層次 MING PAO CANADA 林仔